番茄讲故事,只讲好故事,我和王小明都是新入职的应届生,被分到了同一个部门,刚入职的我们每天都忙着熟悉新的工作环境,努力适应公司的节奏,王小明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事,他工作起来很专注,遇到问题也乐于主动帮助别人,我之前不小心删掉了文件,他很快的帮我找回了备份文件,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,要小心一点哦,数据很重要的。 王小明笑着提醒我,两个人加班加点的时间多了,自然而然的关系就变得情境,有一天加班到很晚,我们一起在路边摊解决了晚饭,他察觉到我的目光,反过来看向我,你看我做什么,我赶紧一开视线,心跳不自觉的加快了,之后王小明会常常邀请我一起吃饭,陪我买东西,主动帮我分担更多工作。 两人说笑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多,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升温,其实我挺喜欢你的,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?我脸红着,羞涩地点了点头,就这样我们开始约会。 王小明会邀请我去游乐场电影院,周末还会带我去郊外的公园走走,我们会一起分享喜怒哀乐,有他陪伴,生活被点亮了,和他在一起。 我对未来都抱着甜美的憧憬,如此在公司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,我和王小明的关系从同时变成了恋人,恋爱一年多的时间过得很快,我和王小明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。 有一天,王小明突然震慑对我说,宝贝,我想给我父母一个惊喜,请你回家和他们见的面吧。 我有些吃惊,但同时也感动于王小明给我的重视,和家人见面代表着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比较稳定的阶段,这让我既紧张又兴奋。 我都可以哦,我红着脸答应了他,王小明高兴极了,握着我的手说,太好了,我已经等不及要给我的家人介绍你了。 我妈每天都会问我,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吃饭,我看着王小明雀跃的模样,也跟着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,这代表她是认真的在和我发展关系。 我对她的家人会给予什么样的评价,她都异常在意。 周末这一天,王小明早早就来接我了,今天的主角是你,我来娶亲的。 她笑着为我打开车门,一路上,王小明细心的嘱咐我可能面临的情况,让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。 她还反复强调,无论发生什么,她都会无条件站在我这边,到了王小明家门口,我紧张的捏了捏礼盒,别担心,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 王小明鼓励的对我眨眨眼,然后打开了门。 王小明的家人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,我紧张的上前一步,笑着打招呼,叔叔阿姨,你们好,我是王小明的女朋友,初次见面,请多关照。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她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全都挤过我,迫不及待的围到了王小明身边。 我的好儿子,你终于回家了,想死妈妈了,儿子,一路上辛苦了,我们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菜,快进屋坐下,奶奶给你包水果吃。 我站在一旁,尴尬的看着他们对王小明的关怀有些不知所措,王小明也没有制止父母的过分关心,任由他们把自己当做小孩子一样对待,过了好一会儿,他的母亲这才像想起来似的,被我招招手,你就是小明的女朋友吧,快进来坐。 我勉强笑了笑,跟着大家走进客厅,爷爷奶奶也在一旁称赞王小明有多优秀,父母养儿子不容易云云,吃饭时更加尴尬。 王小明的家人把他最爱吃的菜都夹到他碗里,生怕他吃不饱似的,甚至小明爱吃的菜别人都不许碰,他的家人只让他一个人吃。 可是王小明似乎对这种场景已经习以为常,丝毫没有觉察我的情绪,他任由父母把他当做长不大的孩子。 我的存在似乎对这个家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,这一天对我冲击很大,我原本幻想中的温馨家庭场景落差太大,王小明的家人把他捧得太高,我实在无法适应。 那天从王小明家出来,我心乱如马,本来以为见家长会是增进感情的机会,结果却让我对这段关系产生了动摇。 王小明的家人对他的偏爱实在太过分了,作为成年人,他不应该任由父母将他当成小孩子看待。 如果和这样的人结婚,以后我的地位会和他的父母一样吗?还是说我永远只能是外人,这种生活我实在无法想象。 纠结再三,我还是给王小明发了分手短信,语气尽可能为晚,但意思表达得很明确。 收到我的信息后,王小明立刻打来电话,急切地问我为什么要分手。 我沉默了一会,还是直言他像个妈宝男,无法独立,这注定会影响我们的婚姻生活。 王小明完全无法理解我的想法,反问我,难道他和父母关系好,也会是分手的理由吗? 王小明沉默了,我知道这番话伤害了他的自尊心,但我实在忍无可忍,你现在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可以结婚的成熟男人。 我挂断了电话,之后王小明再打来,我也没有接,终于结束了这段荒诞的关系,我松了口气的同时,也感到释然和解脱。 婚姻需要两个独立负责任的个体,如果另一半像个巨婴一样,我的人生只会被拖累。 与王小明分手后,我反思这段感情的得失,的确,我对他的家人过于苛刻了,我不该在第一次见面就对他们的相处模式过于敏感,但我也不能完全怪自己。 要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结婚,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非常关键,如果我们真的步入婚姻,王小明很可能会把我的地位置于父母之下,到时候我的处境会很痛苦和难堪。 所以,虽然分手方式过激,但结果也许是对的,不能因为感情投入就对理智妥协。 这段关系和分手对我都是宝贵的人生经历,让我成熟了很多,也更清楚自己想要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,我会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,一个人的感情路途固然会有颠簸,但只要心存希望,终会遇到知音。 爱一个人要用心,和一个人走进婚姻更需要理智,感情里的擦伤让人蒙上阴影,但也能化为成长的养分。 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优秀的人,值得我去接触和了解,一时的失忆不应妨碍对未来的憧憬。 我还年轻,路还很长,相信终究有一天我会遇到真正适合我,以及我适合他的那个他。